近三年多前与日本盛岡市地盟好友城市后 在台湾驻日本福岡办事处牵线下 华联市长魏嘉贤与日本路尔岛县 依左市长乔本新野12号下午以视讯会议交流 双方介绍城市 也为后续地盟友好城市交流事项进行讨论 双方也期待疫情趋缓后能有进一步发展合作 华联市在添一个日本友好城市 近三年多前与日本盛岡市地盟友好城市后 在台湾驻日本福岡办事处处城下 12月下午分别在日本福岡 依左市及台湾华联市三地 由驻福岡办事处长陈明俊主持 邀请路尔岛县依左市长乔本新野等人 以及华联市长魏嘉贤等人 就双方城市及后续地盟友好城市的交流事项 进行介绍和讨论 会议先由乔本市长介绍依左市特色及该市观光影片 随后由市长魏嘉贤介绍华联市也播放影片 互相交流欣赏 处城两地交流的处长陈明俊表示 今年1月得知乔本市长希望能与台湾城市交流互动 特别推荐自己的故乡花莲市 很高兴就是能够自己的故乡 我自己的故乡发年出生发年长大 也许说是没人 但不是说是我很偏心 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我也很希望我们故乡这一份这个部位到 有一所是节省跟姐妹关心 那因为大家的时间很早会 所以说今天这个很好的开始 我们希望以后各方面的交流更加明确 有句话说千里之行死于逐下 所以我要在此特别感谢我们福刚办事处 陈处长的努力来成功的促成了这次的会议 我们也相信友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我们花莲市事实上之前已经跟很多个城市 有六个城市有姐妹市或者是友好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在卫市长这几年任期内 跟这几个城市都有密切的交流 不管是互访也好或者是平时的联络也好 我想都有大大提升了我们跟姐妹市之间的关系 那我认为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也相信未来两个城市一定可以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姐妹市关系 透过我们福刚办事处 那也谢谢我们东部外交处的我们胡处长 一起来响应在我们跟国际城市的一个交流 那今天也跟一佐市日本的一佐市来做相关的视讯交流 也是我们双方的一个机关做第一次的互相正式的介绍 跟互相的一个来做互相彼此之间的一个了解 那我们希望未来我们花莲市能够逐步有更多国际的朋友 也能够把花莲市的知名度持续的让国际的朋友能够了解跟知道 那我们过去的几个姐妹市对花莲市来讲都非常好的印象 也希望我们能够持续下去 那未来等疫情能够比较趋缓之后 我们也会逐步的到几个姐妹市去做拜访还有交流 外交部东部办事处长胡奇斌也期盼两事 针对观光产业教育与文化等事务继续深化交流 为嘉贤表示这是两市第一次互相正式介绍 执判疫情稳定后 邀请桥本市长率团来花莲参访 能朝地盟友好城市的方向来发展 记者长方月花莲市报导